好来看到土生土长的花莲女孩姜雅敏 从中原国小的美术班 国风国中美术班再到花莲女中的美术班 展现喜欢绘画和平面设计的坚持 即日起在祥宁电台带来首场印记各展 展出到6月11号 欢迎民众前往电台品尝下午茶的同时来参观欣赏 土生土长的花莲女孩姜雅敏 从中原国小美术班 国风国中美术班再到花莲女中美术班 并将在国立东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就学期间的累积创作 6日起在祥宁电台展出首场小型各展印记 将在花莲生活的养分化作创作灵感 带来水墨版画电脑绘图和插画等作品 会取名为叫印记 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会带来给我很多的印记 然后这些印记都是我的创作的养分 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创作 然后类型有以水墨居多 然后版画 然后插画电脑绘图 以及平面设计的类别 另一展区展出一一二级的毕业制作 乌幻心仪 用水滴串联主题 呈现时间的蜕变下 与人之间留下的反省和鼓励 我们东华大学一一二级的一个毕业制作 然后我的毕业制作名称取名为悟幻心仪 然后整体的创作里面都有一个共同元素是水滴 然后我觉得通常可能大家想要水滴都是会觉得是眼泪 是难过是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水滴不只是眼泪 而是经过时光流失下的成长与蛻变 里面呢虽然都没有话及到人物 但是都是我与人之间相处之后 所留下的经验以及自我的反省和鼓励 从今天开始也有一个很可爱很创作多元的 一个东华大学的江亚明同学的毕业展 那他选定在我们这边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家里就住在响女电台附近 那我们觉得响女电台它可以是一个工艺的平台 也可以是艺文的空间 那最好是大家的好邻居 那欢迎大家都来响女电台 这里是可以打造成为培育 培力我们艺文种子的一个空间跟平台 当然也是可以作为多元工艺文化活动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桥梁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女电台 张美辉表示 响女电台是个工艺平台也是艺文空间 更是大家的好邻居 此次各展看见花联青年的无限潜力 结盼响女电台成为培育艺文种子的空间 多元工艺文化平台的桥梁 将亚敏印记各展 即一期展出至6月11日 欢迎民众品尝下午茶的同时 参观欣赏花联青年的艺术创作 记得掌帮雁华女士报道